週二 賀錦麗在X平臺發消息說 我很自豪地宣布 請蒂姆·華茲作為我的競選搭檔 作為一名州長、教練、教師和退伍軍人 他為像他這樣的攻心家庭做出了貢獻 60歲的蒂姆·華茲 在內布拉斯加州西點小鎮長大 曾當過教師、足球教練 他還曾在陸軍國民警衛隊服役24年 晉升為軍事長 這是軍隊中最高的軍銜之一 2006年 他當選為明尼蘇達州國會眾議員 現任明尼蘇達州州長 外界認為 賀錦麗選擇華茲作為副手 是希望她能幫助自己 鞏固在中西部地區的地位 該地區被認為是 總統競選中的關鍵地帶 目前 賀錦麗獲得民主黨99% 黨代表的支持 已經獲得正式提名 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她將與川普對決 角逐白宮打位 至於川普是否會與賀錦麗辯論 仍是未知數 日前 川普表示 9月4日 她願意在親保守派的福克斯新聞頻道 與賀錦麗進行辯論 同時回絕了原定9月10日 在美國廣播公司ABC舉行的辯論 對此 賀錦麗團隊表示拒絕 並要求川普出席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一文 林家瑋 張麒麟 張曉宇 綜合報導 釀錦麗團隊 準時分析 還在家 這個事實在 是 有些邏輯的 所謂的